来看到今天新闻一开始为您报道的 尽管红仲秋案已经起诉了 不过真相难明 在红仲秋告别式前夕 1985联盟再次号召 10万网友走上海道 一起穿上白色T恤 要发出怒吼要政府给 红仲秋案一个交代 而晚会已经从傍晚6点开始了 包括了红仲秋的家属 导演九把刀艺人江美琪 等人都会到场 最新情况连线给现场记者 张彦晴 这主播我们可以看到凯到现场呢 是已经被前来纪念红仲秋的 民众是挤满了 整个队伍呢从总统府前面是一直延伸 到了警服门之后 几乎是看不到镜头的 大家都穿上了白色的T恤 愤怒的喊着口号 头上呢也都绑上了黑色布条 要讽刺国防部一直没有 公布真相就在刚刚 全场也一起大合唱 要送红仲秋最后一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行动剧是讽刺政府想要粉饰太平 民众没有办法接受 向总统喊话要成立特征组来调查红仲秋案 并且让军法回归司法 导演九把刀也在刚刚到了现场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最新说法 有些事情超越我们的底线 有些事情我们就是无法忍受 我们没有办法假装不看见 我们内心最基本的良知 世代要为红仲秋讨个公道 这一次的白山军再上街头 规模是比7月20号更大了 现场初步估计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 警方是紧急封闭了警服门的圆环 整个晚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左右 现场有任何最新的行刑将随时为您掌握 将镜头交缓棚内